光的阳光 你要的希望 光源在你 爱出的心花 这个特别开心 能见到山区的小朋友们 我和他们还一起抓过泥丘 然后我还教他们 唱爱我你就抱抱我 我还跟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呢 虽然自己还是个孩子 不过就并不妨碍小宝 参与到关爱留守儿童的公益活动中来 在与留守儿童互动的过程中 小宝时常发挥自己的长相 教他们唱歌跳舞 从三岁开始跳舞被人熟知 到如今已经八岁 小宝从没有停举过跳舞 用小宝妈妈的话说 舞蹈已经是小宝生命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七个月的早产儿 如果没有舞蹈 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活泼健康的小宝 大概是六个月就吸收不到 我母体内的营养了 七个月没办法刨复产 完了刨出来只有两斤多 有六项功能 不和正常的小朋友一样 本身医生建议是 让我好好呵护他 可能他会弱于其他的孩子 可是通过这个街舞的锻炼 他的体质超于其他的小朋友 妈妈你又变轻了 力气真大 他力气是挺大的 比我成为人他也能抱起来 呼爆点评 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 健康成长比名气更加重要 常发挥自己的肠项 教他们唱歌跳舞 大概是六个月就吸收不到 我母体内的营养了 七个月没办法刨复产 完了刨出来只有两斤多 有六项功能 不和正常的小朋友一样 本身医生建议是 让我好好呵护他 可能他会弱于其他的孩子 可是通过 还一起抓过泥秋 然后我还教他们 唱爱我你就抱抱我 我还跟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呢 虽然自己还是个孩子 不过就并不妨碍小宝 参与到关爱留守儿童的 公益活动中来 在与留守儿童互动的过程中 小宝实际 从三岁开始跳舞被人熟知 到如今已经八岁 小宝从没有停举过跳舞 用小宝妈妈的话说 舞蹈已经是小宝生命的一步 作为一个七个月的早产儿 如果没有舞蹈 可能就没有现在 这么活泼健康的小宝